新二代卖银二天卷27万落跑脱衣舞也不跳了。 日本27岁新二代板口姓李英臣与牛郎花光妈妈板口梁子的遗产还欠债,不止下海拍iwi、陪酒,上月还开始卖音,原定为期20天,不料做二天就闪人,而他预定本月16日到30日,在东京前曹知名脱衣舞剧场ROCKS表演。 但14日ROCKS宣布取消他的演出,另外借错。 板口姓李上月在神户的色情店短暂卖银,收费标准分别为60分钟7万日元,元2万元台币,90分钟11万日元,120分钟15秒万日元,延长30分钟加收2.4万日元。 若率先预约子的想半价优惠。 据悉他高调卖银成功制造话题,船一天接客于10次,推估二天进账约100万日元,元27万元台币,他原定干活20天,结果短短二天自动辞职。 至于脱衣舞娘出道秀告吹,他坐在一个喊冤,被放鸽子的是我好不好,还我付出的时间与劳力。哭到眼泪都流干了。 他称剧场人员将学舞过程拍下影片,就叫他自己在家看影片练习,我家不是舞蹈教室,我也不是职业级,真希望能好好地叫我,让我练到会跳为止。 只是练习个舞,六遍就叫我上场表演的人根本脑子尽水,不要把我跟职业舞娘混为一谈。 据东京体育报,他14日凌晨有参加公开彩排,结束后他与剧场方面紧记协议,决定取消演出。